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合了所有我们公司所代理的品牌 包含来自英国最棒的护具SBD Apparel SBD的护具腰带 护膝护腕护手SBD 来自美国的A7指滑训练衣A7 Bar Grip 还有来自美国最棒的拉力带 Versagrips VG拉力带 还有来自美国的美俄力训练鞋硬指鞋 Notorious Lift 还有来自荷兰最棒的Body Engineers 性感又好看的健身服饰 这些品牌我们通通 原本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电商 一个网站 我们把所有的品牌集结到了Perry Goods Perry好物这个电商这个网站 有点像一个力量的选品的一个百货公司 好逛 而且所有的优惠折扣通通可以在一起 那我们在双十二十二月份 也有优惠折扣 全款不限金额免运优惠 那另外你可以输入折扣码Choker CHGRR 享有优惠折扣 那也因为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它会有很多的优惠活动 比如说 里马护具的七五折 热销商品九百九 Outlet六折 还有Body Engineers 换季出清全面四折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Perry好物代理的所有商品 因为我们公司主要的应收来自于销售 那希望我们制作的好听的节目 好看的影片 都能够让大家投入训练 让大家认识训练的好处 我们也透过像今年八月份 在台大体育馆 我们举办的台湾大力士 希望能够把训练跟力量的种子 推到每一个人的心中 那慢慢的发芽 那希望有一天你深蹲的时候 能想到Choker 能想到我们SBD 能想到我们佩莉好物代理的商品 也可以支持我们一下 那你可以always使用我们的折扣 Choker C H G R R 享有优惠折扣 Very good 哇最近大家都有看世界杯吗 大家看世界杯可能就会睡眠不足 没错 最近世界杯真的很好看 那看一场 少一场已经16强了 哇接下来就是好看的8强 我们同一个时间 刚好啦 就是我也没注意到同一个时间 其实我们有台湾大力士 从前几个礼拜开始 4周之前我们已经首播到第4场了 每个礼拜二的晚上9点 我们都会有每一个场次的 一个实况的重现的一个手印 因为在第0届的我们台湾大力士 资源也是有限啦 那我们拍了这么多好看的影片之后 我们会来累上分数 那累上一些选手的名字 声音配音 因为我们多鬼录音嘛 就原因重现吧 现场的混音 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在非常多鬼 实际鬼的这个混音 现场音啊 还有音乐啦 灯光舞台音响的这个秀的这个flow 然后在嫖光调色 最后上映 每个礼拜二9点这个手印 我们也会搭配干爹的抽奖 我们已经抽了4场了 那每一场都会出一个小题目 大家可以在聊天室直播留言 就可以参加抽奖 每个礼拜二晚上9点 一路会首播到过年之前 最后一场也就是 我们无限量级 台湾大力士最热血的那一场 那我们也会在最后一场公布 明年台湾大力士 2023年第一届 正式的第一届 会举办的时间 还有地点 所以stay tune 我们真的有认真的在准备 那也请大家一定要follow我们 我们会在最后一场的时候公布 那接下来我们podcast节目 也是有点delay了 不好意思 因为真的台湾大力士 很无限 哇 最近我们回来了 我们everything回来了 SBD怪兽抢堂 我们的人物质 还有我们公司的节目 还有podcast录音 接下来 我要把所有的在 在今年 今天还不完 过年前我尽量还 因为我手边 跟大家预告一下 有几本书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哦有六七本书 初上的书 比如说什么rebuilding milos markrypto的那种课程设计 还有pavel 撒苏林的两首狐狸的书 监狱重训 增机 减子科学化影师全书 很多都是王启安老师翻译的 神定王 哇 真的很多很棒的书 我们接下来要邀请王启安 也要邀请何老师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些书 那也会推荐给大家 也会帮大家抽书 每次说到书啦 就是反正就是 直接买就对了 书那么便宜 哦那 除了我们刚刚 差不多收尾完毕的 台湾大力士之外呢 我上个礼拜还去参加一个 那个在台中彰化 A平方 所举办的那个超级体能联赛 那个一个crossfit的比赛 哇 真的是第一次见识到crossfit的现场 也是非常的热气 强度跟那个耐力 跟那个心肺 还有那个体操 还有那些技巧 尖地很厉害 那我早上本来是要去帮忙 当开一场嘉宾 结果我有点迟到 所以帮忙主持 然后一路就晒到 哇下午两点 我全身都晒伤 我彰化天气实在太棒 太赞了 晒好晒满 非常喜欢这个运动 哇 真的很热气 而且他们的凝结力 跟向心力 是真的与众不同 非常可爱的crossfit games 接下来这个周末 在礼拜六 也有在华山 台北华山 有练健康所举办的第二届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人应举大赛 就是在华山 有一个好像从早上八点到下午 就是有长青组 然后也会有公开组的比赛 非常的精彩 因为六脚钢的这个比赛 然后他们也一起在推广中老年训练 那比较友善的这个六脚钢的训练 你会看到很厉害的长辈 阿嬷 阿公都比你奖 会在华山 那有空的话 也欢迎大家去华山 去大家一起去共襄圣局 那我也会到现场致意 那可以的话也会帮大家喊声 这是这个礼拜六在华山 练健康所举办的第二届圣诞老人六脚钢应举大赛 very good OK 本集节目是SBD若博Podcast 哇 这集我跟你讲 一个小时又大概50分钟 快两个小时 我会建议你分成两次听 或者是你回来重听一次 因为这个单集的知识浓度密度有点高 这个是在像上个礼拜 日本的IFBB职业卡发卡赛 我们有三位选手拿到职业卡 分明是阿瑞 还有蔡明杰 还有龚哥 哇 十字名龟 我也替三位选手感到非常开心 那然后接下来又有一场 是在那个高雄的IFBB的职业卡赛 接下来我们也会有一个单集 在跟洛伯聊这些比赛 最近的比赛也差不多落幕了 接下来大家就期待明年的比如说 那个梦多的新秀杯 还有IFBB的Regional 然后也会有洛伯这边主办的台剑杯 还有各式各样的剑美比赛 大家要关注我们的SBD洛伯 Podcast的特别 我们会在训练剑美比赛 还有大理事上面多多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单集的知识浓度密度 Zandy很高 如果你看我下面那些文案 天哪从备赛讲到训练 讲到最大摄氧量 讲到能量系统 后半段 后半段的知识浓度 是我们有集结了给帮大家复习的前两个单集 讲到了所有的内容 因为刚好是后半段是一个Q&A 怎么一周两年失恋 然后增肌减脂 然后还有提到魔王豪哥的训练的秘诀 鸡肥大的秘诀 然后还有你去切换能量系统的训练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练神经增招 你为什么要练爆发力 你要吃多练重 你要先练快的再练重的 最后练多的 然后你的肌耐力期这些 真的这一个单集绝对值得你一听再听 知识浓度很高 然后请搭配我写下来这些笔记 真的很精彩 本集节目是由佩丽好物 Perry Goods赞助播出 由我们公司所代理的所有品牌 统统都在上面 SBD A7 VG VSACRIPS 还有NOTORUS LIFT 美额力硬举鞋 BODY ENGINEERS 双十二 陆陆续续也会有更多的优惠 会放上来 Always你记得可以输入折扣码 CHOKER CHGRR 享有优惠折扣 你喜欢呼吸 你喜欢止滑训练衣 你喜欢拉低带 你需要美额力硬举鞋 通通可以在这个配力 毫无我们的小小的力量百货 可以买得到 OK 本集节目非常的精彩 知识浓度高到爆炸 我们特别感谢洛博 那大家要去追踪洛博的IG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去问他 然后你也可以去参加他的线上课程 CSCS 很棒 OK 本集节目非常精彩 让我们一起给大家听 下去 check this out by bwd6 好的 歡迎回到Chogar Podcast 今天是我們SBD 洛伯 Podcast 在我身邊是Rockbosser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洛伯 好的 今天是我們大力士比賽 我們整個上半年超忙的 我們從8月份之前忙到最近 終於我的9集大力士比賽快要完結了 我們最近就是每個禮拜二 我們晚上9點線上會首映我們的 在8月6號 7號台大體育館的台灣大力士 那洛伯這一次也是這場比賽 兩天跟我一起站了兩天的裁判長 哇 非常辛苦 這幾場比賽都非常精彩 大家一定要到YouTube上面收看 最近剛好在四足賽 所以大家好像都去看四足賽了 沒有看大力士 不過可以的話回來看一下大力士 特別想要跟Rockboss聊 因為其實大力士比賽 從裁判到執判到最後比賽這個流程 我們第一天到第二天最後是越Round越順 然後對 對 那你覺得我們這樣安排還OK嗎 我覺得以第一屆來說非常好啊 那邱哥還有SVD的團隊 然後還有我們所有裁判 其實也都是盡心盡力在這個賽事上 對 第一次執判 就難免會有在第一天第一場 我們有出現一些小BUG 然後我們也賽後做了檢討 然後也有一些眼尖的選手跟觀眾 發現了一些小小的BUG 就是在不同的賽道的暗秒 跟大家說明我們四個賽道裁判 他們各自會有碼表嗎 洛伯會負責這個賽道的 每個賽道的名次 每一個賽道裁判會負責去看那個秒數 然後洛伯就會寫出比如說2341 什麼4123這種 每一個分組的名次是絕對OK 沒有問題的 我們會做一個備注 但是在這個分組的時間 假設跟別的分組會有秒差的話 他可能會影響選手的積分 進而影響到最後的名次 因為他是看積分的 所以我們就出現了 唯一的一個食物是在女子54公斤量級 其實有一位第五名 就是劉玉婷選手 那不小心第一次也沒有發現到 所以他就調出了前五名 但實際上他是真正的第五名 所以明年我們會改成 會有一個第二裁判 第二裁判可以再做一個時間上的再確認 所以以賽道裁判為主 然後以第二賽道裁判為夫的一個現場的確認 那也因為大列子比賽 在超過幾支攝影機 八支攝影機 再加上現場這麼大量的資料 所以我們回來剪成節目 其實也需要花蠻多時間在後製 上筆分 上排序 最後上credit 我們多鬼魂音 希望能夠把那個現場零傷感做出來 所以我們真的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現場的魂音 跟製作上面 所以 真的大家一定有空要去回看我們這九場 台灣大力士的比賽 真的非常的推薦 從第一場看到最後一場 你會看到 我的喉嚨 從正常人的喉嚨變成 完全不一樣的聲音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Rock博士 你自己看啊 這個大力士比賽跟健美比賽 你覺得就是個力量的比賽 我覺得大力士比賽來說的話 我們先從 直接講到能量系統好了 它能量系統它不只要磷酸系統 因為建立舉重基本上磷酸系統 就0到6秒去結束掉你的這個 決勝的這個重量 那大力士比賽 你不只要在先前練過磷酸系統 把你的神經的這個部分 力量練得很大 再來你還需要有快糖解系統 支撐它的能力 這就是像何老師說的重耐力 沒錯 對 所以就變成是 像健美來說的話 在賽內 賽內的話 其實有練非常多的肌肥大 它的這個肌肉的抗乳酸能力很好 那也就是說它可以承受高乳酸 然後持續收縮它的肌肉 讓它持續的產生力量的輸出 但是大力士比賽是一件相對困難的事 就是它需要有很大的力量 再來它又需要有很好的乳酸快糖解支撐 它在高乳酸的情況下肌肉收縮的能力 所以大力士是一個 外行人看覺得非常的刺激好看 但是內行人來看會覺得說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而且我們特別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賽制是 先回過頭來講 正統的大力士比賽 對於能量系統的連續性 它是比較在寬鬆一點 因為它會比兩天 它可能比六個項目或是七個項目 它分兩天比賽 對 所以它中間休息的時間會 那至少讓它的快糖解可以恢復 那我們講一下 我們在做這個運動員運動測試 在NSCA這個標準來說的話 如果你的測試是一個 30到90秒的全身性快糖解能力的測試 例如說像是300碼折返跑 或是我們有一種腳踏車測試 是要負重的 叫做Wingate測試 這兩種測試測試完之後 我們都需要讓運動員休息一個小時 它才有辦法去做下一個 不論是任何一個能量系統的測試 那我們的大力士比賽 我們在第一屆其實選手非常的辛苦 是因為我們的換場時間 銜接下一個項目的時間 大概就20分鐘 因為我們這一次大力士比賽 因為只比兩天 也跟大家說明 因為我們地靈界這個試辦 雖然我們地靈界 但是我們也是非常認真 也燒了非常多錢 超過400萬 接近500萬的這個 一開始以為只有300萬 但是其實算是超過的 那花了這麼多錢 我們把這個規格堆出來之後 但是有一個時間限制 就是我們必須在兩天裡面 消化所有的選手 所以你看我們 連休息時間廣告時間 我們都會切6分鐘 當然不是選手只休息6分鐘 是你的回合結束之後 你到下一個場次上場的時間 一定是超過6分鐘 但那個組件休息大概20分鐘左右 到30分鐘左右而已 然後一場比賽可能兩個小時左右 就逼完了 所以我們是因為精確的場控 比賽的掌握度 跟節奏上面是比較密集 就不會拖到 比如說要比到晚上太晚這樣子 我們是為了時間上面 而做這樣子的調整 但是明年 2023正式的第一屆台灣大力士 我們會調整一下賽制 我們會把組件休息調到更長 但是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上的比賽 我們還是依照大家比較熟悉的建立規則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正統的大力士 是比六七個項目分兩天 或者是像world strongest man 他比一個禮拜 他一天可能就兩個項目 三個項目而已 他比一週 但那麼長的時間 跟那麼多的項目 選手是不是能夠連續來這麼多天 然後交通走車勞頓跟 應援團還有親友們 教練們 時間是不是這麼多人能夠 這麼多的選手能夠消花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可能明年會調整成 週五週六週日三天來比 所有的量級的選手 肯定的是跑道會變多 跑道會加長 熱身區會加大 觀眾席會變大 就場地上面也會往上升級 所以錢一定會 哇更貴 所以我相信明年大家會持續關注這個比賽 那也歡迎大家來看 賽制上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做推廣 所以在地靈界我們是 比較緊密的這個賽制 到明年到後年 不確定要花多少年能夠 去到正式的大力士比賽的模樣 正式就是比如說我說比兩天 比很多奇形怪狀的賽制 因為他們比兩天的原則就是 我這一天的這個上午 我就比一個項目搬石頭 然後全部人搬完之後再轉項目 OK下一個 今天下午是比拉公車 拉卡車拉飛機 但全部整個下午就是拉飛機 他們人數比較少 然後項目也比較集中 然後他們是會比好幾天的 那我們可能就看幾年之內 我們可以朝這個方向邁進 哇真的是 洛伯辛苦了 秋哥比較辛苦 對 真的是還好洛伯有資源很多 因為我們一開始本來沒有想到說 那個其實可以這樣分配 但是後來默契就越來越好 那明年也是 也是 直接是來幫我們裁判場一下 OK 接下來除了台灣大力士之外 我最近要跟大家聊一下 也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在上個禮拜 哇好多選手在日本拿了職業卡 台灣之光 讚讚讚讚 拱哥阿瑞跟 還有那個明杰 明杰 哇現在國境大開 疫情幾乎大家好像 不知道落伯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的體感 是因為我已經確診過又回來 所以我心理壓力沒有那麼重 那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 像幾乎我一半的同事都確診之後 大家心裡面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對於這個疫情 對於這個輕症 跟國際航班也慢慢回來 雖然機票還是偏貴 但是我看大家開始往日本泡 往韓國跑 所以我看最近有韓國的比賽 跟日本的比賽 對 因為其實在台灣大部分 就是比較算是練了比較多年的選手 他們心中都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成為IFVB的Pro 當然說其實發卡的組織 也就是說有很多組織 有他們的職業卡 這我們其實之前也都有提過 但其實大家都有個默契 就是難度最高的 競爭強度最強的 會是IFVB Pro League的這個系統 所以很多選手他們的就是努力的目標 然後連續努力好幾年一直比賽目標 他們就是希望最後可以成為一個IFVB Pro 當然說我們台灣在接下來這幾天 就是這個週末 選舉這個週末在高雄 也有今天工廠就是辦的這個 對 發卡賽 然後以及台灣本土的第一次的這個IFV Pro 職業賽 就是在這個週末要辦 那就是有些選手他們當然希望說 他努力的準備這麼久 他的奪卡機會 不僅限於在國內的這一場 他希望說他先調整出狀態去嘗試看看韓國 嘗試看看日本 如果他率先奪卡的話 他這樣的話第一個 他心裡面的目標先達成了 再來他就可以把他目標 往更高的這個職業組 就是跟職業選手比這樣子 那新的IFVB Pro的規範 是不是要先比過Regional 你才能去比這個發卡資格賽對不對 沒錯你必須要先比了一個NPC的Regional 地區賽 那你才可以比這一個年度 在IFV辦的這個amateur 就是這個發卡賽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他們今年已經比過Regional了 對你看到所有去比韓國日本的選手 然後以及這個禮拜要比那個發卡賽的台灣的 我們台灣這場選手 他們都已經比過今年至少一次的Regional比賽 Regional是不是今年3月 應該是在9月那一場 9月那一場 所以他們比完之後 那他們有可能在更前面先比過其他地方辦的Regional 哦所以那個Regional是年度 年度的 對就是我今年取得了這個Regional的這個賽事的參賽的這個 算是參賽經歷之後 我就可以比那一年的發卡賽 哦所以現在多一個門檻了啦 對不對你要多比一場 對就是我覺得這個做法一開始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要 有人會問說為什麼要這樣過個水 才可以比下一場 那是因為其實我們在 其實這幾年比賽的人真的很多 雖然說我本身並不是FV Pro League的裁判 但是我曾經有去在後台當過這個帶隊整隊 我會發現說如果說你直接讓選手不分國籍 不分世界任何地方來的 直接比這個Amateur的話 就是發卡賽 那你會出現一個發卡賽 超級多人來比這樣子 哦你是說 整個比賽品質會變得有一點點時間上啊 或者說整體的動線上啊 人流上會有一點點亂 有道理 對就是例如說 好你真心想要比的 我先讓你比個Reginal Reginal你在全世界各地 你應該都比得到 你自己國家附近的比賽 就是那種Reginal的比賽 那再來你再去決定說 好我看看 有些人可能發現說 我有這個想法 我想要比這個比賽 我想要未來拿個職業卡 結果他在Reginal發現說 也許我還要再準備一下 那也許他就 他在Amateur他就不會出來 我懂我懂 所以雖然說這個是一個參賽資格 但如果說你連Reginal都比的不勝好的話 那你可能在Amateur就可以考慮說 我是不是要這麼快出來比這個發卡賽 有道理 這個過篩這個filter 其實算是蠻有效率 蠻 而且他是一個不會很硬性 要你得名的那一個算是過水賽 就是有人說 那是不是Reginal得前五或是說前三 我才可以來比這個Amateur 那不是這樣的 你只要有比你就可以比發卡賽 但是你比過之後 你自己大概知道你的定位 以及你在裁判中心中你的體型的差距在哪裡 因為你比Reginal 你也可以去問裁判的feedback 沒錯 所以其實明年又重新洗牌了 接下來這個週末比完之後 然後如果你想要再比明年的發卡賽 你還是要先比明年的Reginal 還要再比Reginal OKOK 明年有時間出來了嗎 NPC的Reginal 台灣 台灣有 台灣的話應該是他 在建工廠這邊的代理的部分 他是3月6月9月12月 應該其中有兩次是Reginal 兩次是發卡賽以及職業賽 這樣子 那到底哪一個月是哪一場 我現在的那個記憶沒有那麼好 所以明年可能會有兩場Reginal 兩場發卡賽 對 然後有其中一場發卡賽 應該是只有台灣人可以參加的 喔 對 好像發卡賽變多了 對 然後 其實也是去符合現在市場跟人數跟蓬勃的這個 因為真的很多人比 沒錯 有很多遺珠之憾 坦白講 有很多人練得非常優秀 但是卡就那麼一張幾張 比如說像龔哥終於 哇就是 真的是很貼大高興 對 貼大高興 黃天不復苦心 他這麼辛苦喔 這次狀態也非常的好 非常好 對 他其實這次好像在過棒的時候才89公斤 我記得他的限時動態是這樣 好鬼喔 你們在台灣看到龔哥的時候 他都是100多的 好鬼喔 哇塞 有機會再訪一下龔哥 就是他真的是 我的偶像 他每次都講你不一定要贏 但是絕對不能輸 太狂了 就是龔哥偶像 恭喜啦 回過頭來講發卡 就是這次大家跑去日本 然後也蠻多人去韓國 不僅是台灣日本韓國 還有人去菲律賓 其實都是不錯的一些舞台 所以台灣其實最近應該是 總共出了這三個日本的 日本賽的 然後還有一個韓國的 韓國就是女子健體的陳偉鵬 對對對 他在韓國拿 還有一個在中國拿的 中國的就是那個鄭凱冰 傳統健美 他非常強 他的那個IG的開頭叫Kiss K-E-I-T-H 然後也台灣蠻多選手 找到備賽的 傳統健美全場總冠軍 哇 所以中國也可以比 其實中國有啊 也有 都有在發卡 最高難度的IFBB Pro League 對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講 最近這三位選手在日本拿卡 很開心龔哥 龔玉昭 龔哥拿了卡 然後還有阿瑞 對阿瑞 而且阿瑞是在古典 古典拿卡的 他這輩子第一次脫下健體褲 去比健體以外的這個比賽 超狂喔 他可能之前啦 他超狂的 他之前在很年輕很年輕的時候 應該是2018年 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 他當時還是青少年 他當時有比傳統健美的青少年組 之後我再也沒看過他比這個傳統健美這種項目 這是比古典健美 但其實古典健美因為他穿四腳褲 所以腿的比例跟腿的切割跟腿也要練得很辛苦 所以阿瑞的腿非常好 所以其實 因為阿瑞他 他其實也算是我某個程度上的學生 我沒有帶過他健美 但是他是我CSCS課程中的學生 其實我在課程中有跟大家聊到健體這件事情 那我就會跟大家說 你們同學中有一位非常好的健體選手 阿瑞在班上 那其實健體到底要不要練腿 雖然說我們不看腿 但是如果有練腿的話 其實整體的視覺感上來說的話會比較平衡一點 像阿瑞來說的話 我記得他的深蹲練組的 他拿來練健美的這種組 他是用180公斤 他可以壓到12下 12下是多誇張 12下多誇張 C棒 就是C棒他是古典健美的奧林匹亞的冠軍 三屆人 那C棒他大概也就是練個10到12下 180 180 C棒是非常喜歡練槓鈴的人 他大概就是180練組 他的組不是我們講的三下五下 我常常都會講說 我們練健力的 就是我們喜歡練力量訓練說 我們可以拿 例如說我拿250公斤硬舉練組的兩下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他們健美的練組 好至少八個 對 因為在建立比賽 比如說中華隊 或者是我們的傳統建立獎組 比如說他們會想說 你比賽的時候開把 然後教練會問你說 你最近做組是多重 可能270做組 或者是什麼311做組 做組是兩下 快死的兩下 他是12下 就可能做組 代表說他可能可以兩下 而且可以完成兩組 代表說他不會說在這一把 那一就力竭掉了 對 身經疲勞掉了 那就是做組 但對於健美來說的話 我們比較普遍認知的做組 可能寬鬆一點6下吧 那嚴格一點8個起跳 沒錯沒錯 而且其實回過頭來再講 跳講到一個訓練 其實大家都知道 羅伯也是我的教練 然後我平常每個禮拜 也會跟羅伯練習 那我們練習的訓練模組跟菜單 其實都是以多關節 槓鈴類的大動作 大動作開始去刺激荷爾蒙 然後一定會把這個該壓的都壓 不會只特別針對說 只練局部的肌肉 真的有差 這跟大家講 我真的很喜歡深蹲 羅伯一定知道 我跟羅伯幾乎都是練深蹲 沒錯 深蹲一直蹲 怎麼會講到蹲腿 阿瑞 阿瑞的腿 他的腿超級厲害 而且他第一次推到健理庫 去比古典 在古典拿了職業卡 對他自己看起來是蠻意外的 他自己看起來蠻意外的 對他自己看起來蠻意外的 然後我記得他馬上去參加職業賽 厲害的是 應該說他是透過職業資格賽的古典項目 拿到了職業卡 但是因為IFVB他特別的是 他的這個卡沒有分項目 當你成為職業選手之後 因為像大家應該也聽過說 劉翔幾次提到他之後 想要轉比古典健美 那這時候有一些 可能就還不太了解規則的人 會想說 那他是健體的職業選手 他可以比古典嗎 那當然可以 因為IFV不分項目 你一旦成為IFV職業選手之後 你自己決定你未來的發展的走向 所以阿瑞那一天拿到古典職業卡 結果他隔天的職業賽 他是上去比健體的 那因為那一場 我就這場日本職業賽 其實他的職業組只有三個項目 就是212 傳統健美的212 然後還有這個健體 然後還有女子比基尼 所以也沒有古典可以比 所以阿瑞就直接完成了他的這個 職業賽的首秀這樣子 讚 就像那個熱狗王 他拿到古典的職業卡 他現在也是轉比了212 對他轉比212 但是他有時候又會跑回古典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拿到職業卡之後 你可以未來再決定自己要在哪個項目上面發展 對 只差別在男生不可以跑去比女生 當然 OKOK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阿瑞 就是很厲害 他在古典拿卡之後 隔天職業賽去比健體 對 然後還有第三位 他心中最愛的應該還是健體 我是這麼覺得 真的是恭喜他 那第三位選手是 明杰的話其實他是一個應該是台南的選手 南部的選手 然後那個其實他出來比賽很久很久了 他最早最早 我應該是在好多年前的大專輩看到他 那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大概在2018年之前 台灣沒有這個男子健體項目 對 所以那個時候所有人都是褲子脫下來比穿通健美 那時候他腿也是不錯 所以那時候我對他印象 我為什麼對他有印象 大學生要讓我心中留下一個印象 通常就是還算比較強的 所以應該是他當時就已經算不錯的大學生 也是非常優秀的 然後他在今年的Reginal 是古典健美全場總冠軍 他這次也是在古典裡面拿卡的嗎 他是健體拿卡 健體拿卡 對 那他隔天有上場比健體嗎 有 他也有完成他的職業賽首秀 太棒了 我不確定他這次是不是也是兩項都抱在日本的發卡賽 但是因為他畢竟在健體是第一天 第一天他要拿卡了 他就沒有再去做古典的比賽了 了解 但是我相信他未來應該也是有機會兩項都比 在職業賽的部分 也是腿很厲害的選手 真的是非常恭喜 而且他肩膀很厲害 肩膀非常的大 好羨慕 真的很恭喜這三位選手 也替他們感到開心 除了這三位選手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未台灣選手 我知道萬師傅有去比 其實我覺得萬師傅跟燕文都是 臨門一角 臨門一角 就差那麼點點 對啊 我們上次也是訪問燕文也是 在層級遇到他的時候 那個狀態之鬼喔 層級真的很強 對然後後來我們不是有一個單集在聊 就是燕文跟萬師傅嗎 對 然後就是萬師傅也去比 萬師傅他在分組中拿第二名 然後在比對過程中 有蠻長一段時間站在中間 也就是C位的位置 然後後來是被阿瑞逆轉掉 他跟阿瑞是同一個量級嗎 他們在分組賽的時候是同一個量級 所以阿瑞是分組冠軍嘛 才能去比全中這樣子 然後萬師傅就分組第二 但是他們兩個就互相比對 一直比對 就是最後他們兩個被換位置 那狀態上面跟他們的 狀態很接近 很接近 神鬼狀態這樣 如果說硬要說狀態 萬師傅的那個狀態 可能再更好一點 但是阿瑞看起來 雖然說是古典健美的首次比賽 但是他的Posing有備而來 有練過的 其實比賽就是這樣 你這邊多一點那邊少一點 也就是說你的優點 要強勢到壓過你的缺點 而且要壓過對方的優點 你要把旁邊那個人比下去 哪怕只贏那百分之一 你的總體比整體那個成績 贏了那百分之一 你就贏了 這其實也要投資到蠻多 不能說 就像說網民啦 對我這個就不講他們是酸民 因為他們其實不酸 他們只是可能沒有這麼多 看比賽的經驗跟臨場的經驗 再來就是也許他們心中有一些 自己特別喜歡的選手 那這也當然說 因為健美現在其實 這個就是一個網紅啊 偶像化的這種這個產業了 所以其實他們心中會支持自己 特別喜歡的選手 特別喜歡他的訓練風格 特別喜歡他的體態 然後特別支持他 這個都是一定會發生的 我覺得剛好有兩個面向 一個是你支持你喜歡的選手 一個是你討厭你不喜歡的選手 對不對 就是黑一粉 對黑一粉這兩種都會有 但是他們都要 他們都沒辦法非常的 看邏輯跟看那個脈絡 因為比賽就是 這一場比賽有誰 你就跟誰比較 你比旁邊的人強 你就是前幾名 他並不是說 你長這樣子為什麼可以第一名 你要看他跟誰比賽啊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一個 比較出來的一個比賽 所以他真的認認真真 要看現場比賽有誰 你要去看比賽的脈絡 不然之前你在迪卡 不是被 對其實我本身是沒有在上迪卡的 因為這可能是一個 比較年輕人在上的一個比賽 我也是沒有啦 對但是總是會有 朋友們截圖給我看說 欸洛伯你看你被人家罵了 然後我說我其實不是很在意 對那那個 因為說實在 現在我不會去討厭這些罵我的人 我也不會去做任何的反擊 我不會像有些人一看到很生氣 把他轉貼在現實動態 然後批評個幾句這樣子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我還是過我 該過的生活以及工作 那因為說真的 因為我在裁判的資歷 已經真的蠻多年了 我15年了嘛 也判過快70場比賽 那因為當我真的開始當裁判的時候 現在健身界很多人是還沒開始練的啊 所以說我不會去跟他們計較或者爭吵什麼 確實是 因為其實 迪卡的族群偏年輕 他可能經驗上面 跟實務上面 跟賽制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所以他們 即便我們花了一兩個單集 在講狀態 在講快狀 在講比賽評分 在講脈絡 在講歷史 在講很多的經驗分享 他們可能都沒有完聽過我們的節目 所以即便他們在做批評 然後講什麼友情碑啊 講什麼裁判不公 明明就是成績是怎樣啊 後來有夢想碑 講成什麼友情碑這種 他們就是很 就是講的比較難聽一點 這種網民 網友啦 對 對這些脈絡 其實我們節目上會一直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 有機會大家有聽到這一集 我們也其實不會罵你啦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什麼都不懂啊 一開始覺得幹為什麼這樣可以啊 幹為什麼也是會有這樣子 不懂懵懂的時刻 但是我現在越看越多 哎呀 我真的是 知道自己有多麼不足 我自己哈 我看到現在 不管我們關注的各個領域啊 健力 舉重 大力士 自行車 健美 crossfit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些運動 不凡跟著我們節目 繼續往下看 因為 就像這一場職業賽在日本的比賽 裁判的那個 執判的方向 其實就跟你的視野角度幾乎是同步頻率的 對吧 就是蠻接近的 因為其實在D卡就有人 算是轉傳一篇貼文給我看 那個標題就說 別再叫夢想碑為友情碑了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內容 其實寫的很簡短 他應該提到就是說 呃 你們說萬師傅在夢想碑 因為他是夢多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拿了一個這個古典的權重 但是萬師傅他的體態 即便他的posting 依然沒有那麼的熟練 但是他在這個日本職業賽的發卡賽 他依然得到國際裁判非常的青睞 這樣子 也還蠻長一段時間放在C位 所以其實裡面呢 他提到就是說 其實他在國際上他這個體型 然後配上他的那個不是非常熟練的posting 還是很有競爭力的 所以裡面就有人說 那你們是不是當初罵這個洛伯特 要跟他道個歉 然後裡面就有人就提到 下面就突然大家畫風一轉 這樣說沒有啊 我們覺得萬師傅一直都是實事名歸非常棒的 然後網路上會怎麼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的言論是算自由派的 除非是人身攻擊講得很難聽 或講髒話 我會就是去管制一下留言 但大部分的風向我會留在網路上面 所以大家看得到在我的 不管是IG Facebook YouTube上面的留言 我們頻道上面留言就是他該長得怎麼樣 他就是一個自主會產生的一個自然的網路的生態 OK這個是我們這三位選手在日本奪卡 非常恭喜 那接下來這個禮拜 台灣選手 還有四張卡 還有四張卡 對每個項目都有一張 讚讚讚讚讚讚 希望所有選手都能圓夢完 因為我真的是知道很多健美選手練這麼久 這麼辛苦 他進出地獄之門這麼多次 他真的就是希望能夠打到這樣子的夢想 因為我明年就說要挑戰 所以我大概知道 OK那個地獄之門的方向請往這邊走 但是我還沒有開那三門 但是很多選手其實進出這三門已經很多次 那不管是卡廷不管是備賽 心裡面跟生理上面都是非常龐大的壓力 對真的是再次Respect他們 那接下來就大家關注接下來的比賽 其實這樣健美 就是像那個會有人提到說 之前的那個風箱就是說 明明在成績杯是這樣判 為什麼夢想杯是那樣判 關於燕文那件事情 然後其實如果說他們有在比較長期 就是稍微看一下職業賽的話 會發現這個選手 他也許在這場比賽得了第一名 或Top3前三名 但是他只需要稍微 讓他自己的優勢失去了一點點 例如說狀態沒有抓的那麼好 那他非常可能在下一場比賽 直接出現在First Callout以外 也就是說他可能會變成七八九十名 會瞬間 因為現在健美真的是比的太細了 就是以前例如說Ronnie Coleman Jay Carlton那個時代 就是大家在比大的 最大最好看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其實那時候的訓練科 就訓練科學沒有那麼的仔細 那個時候就是天然條件超級重要 當然現在天然條件也重要 但那個時候大家的狀態都是可能就是好 但是沒有好到那麼的誇張的那種程度 所以那時候不會有說我稍微失去一點點狀態 我就明示一落前障的情況 那現在來說的話 你非常可能這樣直接在你前三 下一場你大概就是 你到Second Callout才出現 也就是六到十名 甚至你調出十名外都有可能 我們之前有聊到了 就是那個拿卡的難度又更高了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要講拿卡難度高嗎 應該說現在的卡比以前的卡多很多 拿卡的機會多了 但是參與的人也變多了 然後訓練的細節也要變得更仔細了 我怎麼覺得就是參與的人數是多過於 發卡的倍數增長 我覺得可能是相對平衡的 我覺得在這個比例上 因為以前的職業選手真的很少 理解 我講的大概就是像Ronnie Coleman Lee Haney那個時候職業選手真的很少 給卡的機會太少 那時候不會有什麼日本職業賽 東京職業賽跟你比 然後也不會有台灣的建工 那時候也還沒有建成工廠 所以那時候那個IFVB 當時還沒有把他們發卡的權限 代理給全世界到處的組織 然後去辦這個amateur的比賽 所以當時職業卡取得的門路真的很少 但現在因為給的多參與的人也多 變成一個非常蓬勃的路線 所以就變成其實機會多了 但它一點都不簡單 非常非常的難 那你覺得有變更難嗎 我自己的理解跟觀察 我自己 就是我覺得變更難了 因為 對 所以我說機會多了 但是我覺得更難了 因為人變多了 對 而且細節更仔細了 對 都要看到PTO的狀態 狀態多一點 狀態少一點 然後你一個轉體 一個姿勢 一個亮腔 對 一個失誤就可能掉了 對 這個都是 真的都是在幾個小時內發生 因為那個狀態就是一天就變了 所以你隔天跟今天 跟你稍微有一個地方沒有控制好 所以其實真的是 真的是越來越刺激 越來越 這個怎麼樣 很狂 而且其實當拿到卡之後 這些選手他們絕對不會禁止於 希望說是拿到卡就是我人生 就是所有的高光就結束了這樣子 他們的目標最後其實都是進奧賽 以前我們小時候 因為其實我很小很小就開始看奧賽了 我看的第一屆應該是1992 1992看奧賽 雖然我那時候才7歲 對 但是我不是7歲的時候看的 我大概是18歲左右的時候 我開始看奧賽 然後我會往前看 對 然後往後看這樣 理解理解 你回看1992的這樣 對 所以以前 因為以前有一個那個download影片的那個管道 叫驢子 驢子 驢子 然後後面打個1992 最早最早可以找到1990 畫質實在太差 所以那時候我就1992開始看 就是當時來說的話 選手就那麼幾個 但現在來說的話就是可以拿卡的機會 因為在當時來說的話 你會覺得說 澳賽就是這些美國大支老在比的一個場合 而且當時只有傳統見美可以看 對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後期會有女子見美這樣子 所以當時就覺得這時候美國大支老 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舞台 但現在你可以看到其實 包含大海許他已經幾乎已經在那個邊緣了 他在那個自然職業賽 本偉德自然職業賽他拿第二 他只輸給烏龍 他在這一次的日本的職業賽 他其實高機率進入Top3 雖然說也是要第一名才可以 但其實我覺得大海許已經把自己在自然的狀態下 算是已經做到非常巔峰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你要說大海許在這個禮拜 台灣的這個職業賽 第一次台灣辦的職業賽 他有機會拿到冠軍進入奧賽嗎 我覺得機會絕對是有的 包含像幾個台灣的選手劉翔之類的 也都是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替他們感到很開心 也非常的羨慕 真的很羨慕 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 讚讚讚讚讚讚 所以今天我們要跳講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在講的訓練相關的東西 我們先講一題 就是比如說 假設我認真要備賽 當然我們平常一定要 一週四年一週六年 你開始有完整的課表 我們前幾集有聊過了 就不管是訓練模組訓練菜單 然後你從健身小白 到了像我一樣的 這個叫進階初學者 我覺得你可能已經中階訓練者 中階訓練者 然後邱哥已經可以蹲到100了 其實 就中階訓練者 但是在網上就要進入 假設要挑戰比賽的話 他確實有一個 所謂的備賽計劃 然後我們通常會聽到一個什麼 16到20週的備賽 那備賽這件事情是說 我要準備比賽 我要練橫撞 吃很多熱量盈餘還是說 OK我知道邱哥問的意思應該就是說 這個16到20週的第一到底是說 包含我的barking還有cutting在內 還是說我cutting開始的那一天算是我的備賽 通常來說我們大部分講的做法就是 barking是賽外的事情 你賽外是用來改善你的基本體型的 你的弱點 你不足的肌肉量 或者你不足的一些 就有一些 例如說你的背比較弱 你想要把它變大 你的肩膀比較差 你想要把它變好 這個基本上都是在針肌的時候做的事情 我們稱為這叫做賽外 因為賽外 賽內的話 當你開始cutting那一天 你開始做有氧 你開始做熱量赤製 基本上就是你的備賽開始的時候 就是地獄的開始這樣子 一開始可能還不會直接變成地獄 當然我知道像豪哥天穎這種 他會直接把它從一般的生活 直接用一個電燈開關切到地獄去 像我前幾天看到 對 因為我以前跟他們一樣 親眼見過他們兩個 還有當時另外一位黃家榮 他們三位的備賽 那基本上就是 直接從一個一般開開心心的生活 然後直接進入到地獄模式 所以看前幾天那個誰 孫安佐跟李天穎 兩個人拍的這個影片 在討論說安佐這次找李天穎 在WNBF的備賽 其實狀態也調得不錯 然後裡面我就提到天穎說 其實你應該覺得後面都還好啦 前面最困難的是前面第一周 要去適應這件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他大概還是在這樣 就是直接把它轉過去這樣 然後就變成一天二練 然後他們那個主術很誇張 前幾天看到那個 有個標題是凱教練 跟李天穎兩個人在練腿 然後那個標題叫做 如何在膝蓋有傷的情況 兩個人膝蓋都有傷 然後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如何在膝蓋有傷的情況下 去完成備賽的腿部訓練課表 結果我就整集把它看完 兩個人加起來 就是如果說 因為他們會有很多的那種 複合組或是三組訓練 算成一組 如果說這個全部都算成一組一組的話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 深蹲腿推舉加前踢這樣算一組 然後呢 如果你把它當成三組的話 他們總共操作了在整個課表中 五十二組 五十二組很多 很多 非常多 很多 所以他們是 等下它是兩練 來練完還是一練把它練完 它是一練長這樣 另外一練是練別的肌訓 然後我看電影是說 兩天一循環 今天可能練腿跟肩 明天就練胸跟背 後天又來腿跟肩 所以他一個禮拜會練六修一 然後完成三循環這樣子 所以他那時候是跟孫蘭佐說 最困難的就是切 從一般的生活切入到第一週這樣子 對 所以我說 在我的做法來說的話 我大概就是像是一個音量旋鈕 或是水龍頭 慢慢的把它轉大 而不是說 我一口氣直接把它切到底這樣 我覺得可能 心態上會崩壞 所以其實都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這樣 零跟一的切換 也是可以慢慢 家豪還是這樣練出來 好哥 Respect 接下來也不瞞大家 就是也要跟他拍片 也想要找好哥拍魔王講堂 還好你有先講 零跟一的切換 那我可能 所以有一次我在 因為我跟好哥住得很近 然後以前我們曾經在林口 因為他就在住我家附近 大概五分鐘的路程而已 然後早期林口的健身房還蠻少的 我們以前一開始曾經在同一個健身房 就是不是台北健身院 就是我們在自己住家附近的健身房 然後遇到 然後他看到我要練腿 他就看到我說Rock你要比賽 然後我說怎麼了 我沒有要比賽 我說我都已經沒有比賽多久了 他說那你幹嘛練腿 所以對他而言來說 他就是不比賽 就是沒有很多東西 他就是休息的 好好的休息 對他而言是這樣 了解 所以他有他的一個備賽的菜單模式 所以剛剛聊到了這16到20週 就是cutting 我們講的cutting 那cutting來說當然就會包含說 你要去設定一個你一開始的體質 以及你的目標體質 這個目標體質 通常來說的話 會因為你要比的項目再出 因為如果都沒有比過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幾%體質的時候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通常來說的話 可能會覺得說 男子健體選手 可能先抓個10%上台 然後傳統健美的話 如果你的目標是傳統健美的話 可能抓個8%這樣子 那如果說到那個位置看起來還是還好 就是沒有非常好的視覺效果 那可能還要再下去 等一下 健體要8% 健體可能抓10% 10% 第一次比的話 然後你剛剛說什麼8% 傳統健美的話 好 10%跟8% 對大概是這個數字附近 那如果說 因為有些人其實是在inbody 雖然我們都會用同一個儀器去聊 是是是 但是有一些是inbody上的天選字人 我就有學生是這樣子 他可能已經天選之人 怎麼說 2% 他可能可以量出3% 但他看起來還好 這種人就要讓他再降 還要再降這樣子 還要再降 所以其實還是要從視覺上來看這樣 對 3%可能太誇張了 但是說我有學生 學生可以量出3% 那看起來都很不錯 但是有些人量到9%8% 看起來真的是還沒有狀態的 這種還是要讓他再下去 我懂你意思 就是 所以那個10%8%只是一個大約 我們第一次比賽先抓到這個方向 好例如說你先抓出了一個 你現在體重加持說80公斤 然後透過一個計算之後 你可能需要降到70公斤或是65公斤 你才會進到8%這個區間 好那你可能有12公斤到15公斤需要降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去算你有幾週 如果說 因為其實像我覺得16到20週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數字 因為通常來說的話 在過去以自然健美的研究發現 如果你的體重降得非常快的話 那你流失掉的瘦體重也會很多 那如果說你的體重每個禮拜 把它控制在0.4%到0.6%的話 那這個時候其實它可以維持比較好的肌肉量 一週0.4到0.6公斤的降 0.4到0.6百分比 對應到你原始體重的百分比 0.4到0.6 好比說一個100公斤的人 他一個禮拜降0.4到0.6 0.4到0.6公斤 這是一個禮拜 差不多要抓出來的降服 對 這樣比較不會掉掉太多的瘦體重 這是對於自然健美而言的話 是這樣子 因為你要去換算 你自己的體重跟熱量赤字跟基礎 的相對關係 還有你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準備比賽 那是不是我第一個要先知道 我自己的比如說那個基礎代謝率 跟我要吃的那個 對 這就把它算出來 那其實這都不難算 對 那我們之後也可以找一個單集來講一下 這個東西如何去設定 本集節目由Perry Goods佩麗好物贊助播出 佩麗好物Perry Goods是我們公司代理的所有品牌的一個力量小百貨 上面有最棒的護具英國的SBD 來自美國的止華訓練衣A7A7 有BugGrip很棒 還有世界上最棒的拉力帶Versagrips VG拉力帶 還有Notorious Lift硬舉鞋沒二力訓練鞋Very Good 還有最棒的來自荷蘭 性感又好看的健身服飾Body Engineers 在12月份有雙12的優惠中 今天開始是全管不限金額 通通免運喔 而且你還可以輸入折扣碼Choker CHGRR 想有優惠折扣就是讚 後面還有非常精彩的節目知識濃度非常高 也歡迎你再回來重聽後半段跟前半段的節目 很棒的是OKSBD若博Podcast 讓我們繼續給大家聽下去 那我們之後也可以找一個單集來講一下 這個東西如何去設定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之前有一個大字籠筒 就是加500卡減500卡 對這就是NSA給的基本做法 加500減500的一個做法 大概就是會讓你兩週增減1公斤 那也大概就會落在一個禮拜降0.5這個區間 所以大致上可以用500卡來抓 每天減500 對所以如果說你可以達成兩個禮拜降1公斤 你又有15公斤要降的話 這個人要背多久 他大概背30週 所以他就不會是 所以有時候 因為像什麼 像Junior KDR 他們都是做很多像背賽的這種教練 是 他們學生非常多 但他們總是會提醒說想要找他們的客戶 拜託早一點跟他們講 不要說賽前8週找他 因為有時候其實是根本背不出來的 對 8週太短了 對 但是如果背到30週是比較長 但是20週到16週是差不多的 1620是比較常見的一個做法 那就變成說如果你真的還差很多 那我們就要把熱量赤字加多一點 那熱量赤字有時候不見得真的讓你吃到超少 因為熱量赤字的缺口是基於你的代謝率 就是你的代謝率裡面還包含你的身體活動 所以例如說你少吃了500大卡 你又製造出500大卡的能量的消耗 所以這種是不是你製造出了1000大卡的缺口 你就可以有辦法降快一點 所以體重下去的速度取決於你到底少吃了多少 以及你多動了多少 所以有氧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人在講什麼高通那種 就是我 高能通量 應該是我聽到健美功道博 應該是有提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意思是說 我有稍微聽過 稍微聽過那幾集 他們的做法應該就是說 我透過提高我的代謝率 也就是說我在賽外的時候 賽外好好的增肌 好好的增肌 然後好好的訓練 讓我整體的肌肉量上升 我整體的平均的每日的能量消耗 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準 而不是說我平常都不練 然後我一倍賽才開始認真練 這個時候你的基本的消耗本來就比較低了 這時候你一開始就只能吃的比較少 但如果說你一開始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水平位置下 稍微往下砍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體重的下降了 OK 因為我以為 那我理解錯誤了 我一開始以為是 那個高通是在講說我練超狂 然後我也可以吃多一點 當然其實在簡單看 他就是吃多練多 就是你練多你就可以吃多 但是他可能我覺得是要 仔細講可能是要一個實習分配的 你在barking的時候 你就是要好好的把你的力量拉上來 把你的肌肉量拉上來 你整體的代謝衝上來 這時候你的基準點就比較高了 你在這個基準點以下 你有比較多的這個空間可以運用 因為你的基礎代謝會會隨著 你的整體的能量消耗會隨著你的 這個體重的下降 慢慢的往下修 好比說你在賽外 你把它撐到可能三千五四千 基礎代謝 對就是整體的消耗我們講TDE 他撐到三千五四千 你在這個以下可操作空間非常大 你可能到賽前 你都還可以吃到個兩千五 都還會體重有往下修的空間 但如果說你賽外 你沒有好好的練 你賽外休息超多的 這個時候你會變成說 你可能開始的點兩千八三千 到最後你可能勢必掉到一個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了解 所以其實在之前Balking的時候其實就要做好準備了 剛剛提到那種多練多消耗或者是什麼一天兩練 這都是在Balking的時候發生還是在Cutting的時候做 所以多練多消耗或者是一週二練或者什麼 那其實再加上我們上課有提到的那個週十數有氧 那都是比較是在備賽期間 沒錯 要認真執行的東西了齁 沒錯 所以Balking其實Balking會比較開心一點啦 就是可以吃的多 Balking的時候 熱量盈餘這樣子 吃 我會把它簡單把它講成就是在Balking的時候吃多練重 吃多練重 你要練重 強度要上去 對 你透過你的力量的上升 讓你可以在肌肥大的時候得到更重的重量 長出更多的肌肉 吃多練重 那在這個減重的時候你就是 其實我覺得減重相對是比較簡單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能夠熱量吃肢 你只要能夠製造熱量缺口 你基本上體重 你可以製造出一個逐週往下降的適當的目標 因為例如說你有十幾週要備賽 那你就可以設定我每一週要下降0.4到0.6公斤之類的 然後你發現你沒有走在這個時間線上 你這個禮拜剩下0.2公斤的降伏 你兩條路可以選 你吃的更少 或者你要去採更多的油養 就是所有的健免的人都會講說減肥相對比較容易 對但是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邱哥你有沒有要開一個SBD快壽講堂 但是我跟各位講 就是在健美的世界裡面 真的是Cutting跟前面的吃多練重 還有你技術的堆疊 還有你力量的堆疊 這其實整套加起來都很困難 只是說Cutting對他們來講是比較是數學 對不對 總的熱量派 所以他可能就是熱量盈餘 熱量吃肢 那怎麼樣去製造更多的熱量吃肢 就是跟比較緩慢的安排這個0.4.0.6 其實好像對很多人來講是超超級難 比較胖一點 然後他就是想要真心減肥 但他怎麼樣都克服不了 他是某種程度上的困難是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覺得最後還是回到你的總熱量的攝取上 可能還是攝取了太多了一點 一定是啊對不對 一定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絕對沒有減不下來的體重 只有你無法壓下來的熱量攝取 有些學生就是比如說我幫他設定好說 我每個禮拜因為你要比賽 那我要讓你設定 可能一個禮拜下降個0.4公斤 有時候0.3公斤而已 我就跟他講說 好我們今天量出來這個體重 我們下個禮拜見到你的時候 要看到多少 通常會給他設定一個軸目標 那如果說他進度落後了 那我可能就 比如說我本來應該要看到 比如說70公斤 下禮拜69.5 再來的話69之類的 我講的是比較一個整數 這樣的概念 那假使說我看到 70公斤69.5 然後69.4 就是降了0.1 這個時候我通常我會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調整 就是你如果都有吃在我們的熱量的數字上 而且你確定你沒有吃超過 那接下來兩件事情給你選 你覺得把熱量稍微再往下看 你比較可以接受 還是我們去動有氧 把有氧抓更多 那我通常不會一次動兩個 在比較初期的時候不會一次動兩個 我都是先讓他們選一個 那他們一開始可能 會怎麼選 大部分人一開始先選加油氧 讓他有氧加到一個禮拜 可能400以上了 400分鐘以上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我少吃一點 所以有個路線了 那如果到最後真的已經時間很緊迫了 狀態還是不理想 兩個會一起動 那就引到我們的下一題啊 就是所謂的周時速的有氧 因為我自己有跟著洛伯練 然後就做體驗訓練 然後自己在Office Gym也練 然後我自己是把腳踏車當成我的有氧 但是我沒有辦法每天去 因為台北天氣實在很糟 我也還沒有有訓練台 所以也許周末 也許某一天我載到時間 我就騎出去 騎入LM3 然後我怎麼樣去計算 我的這個周時速的有氧 我記得 洛伯有講一個建議 其實如果我們依照這個ACSN的 這個對應一般健康成年人的標準 在ACSN定義中 如果你一個禮拜 沒有做到150分鐘以上的 中等強度運動 你基本上 算是一個做事生活型態的人 150分鐘以上 你算是一個做事生活 例如說你踩了100分鐘的有氧 那你算是一個做事生活型態的人 這樣很多人都是做事生活的 很多人說我有運動 一個禮拜30分鐘的快走 那不好意思 他還是做事生活型態 所以中等強度的有氧的話 那就是ACSN定義說 在這個基礎上 你還要再去練一個禮拜兩三次的重訓 還要做一些拉伸之類的 這才算是他們對於運動的建議這樣子 所以你剛說中等強度的有氧 150分鐘 對那算是一個基準值 那所以通常來說 因為我畢竟還是以 就是要維持健康的這個身體狀況 為前提的話 我都會建議有氧 即便你在增肌期 我覺得150到200分鐘基本款 有些人在增肌的時候 完全完全的沒有練有氧 那我會覺得說其實150到200 你輕鬆踩一個腳踏車 走走跑步機 都不算是很困難達到的數字 那怎麼樣去定義 所謂的中高強度 中等強度其實通常來說 中的強度應該都會說 我們在乳酸抑制以下的區間 如果說你剛好是貼在乳酸抑制以上的話 可能已經是中高強度了 就是你會產生乳酸的產生 跟乳酸的排除達到一個平衡點 通常來說像是馬拉松選手 他們的比賽速度 大概就是壓在乳酸抑制這條線 他不會讓乳酸堆疊到變成快糖解系統 也就是說乳酸大量產生導致他肌肉收縮的能力下降 但是他也不會讓他相當的輕鬆的去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說你大概就在乳酸抑制的附近 比他偏低一點 這都算是中等強度 乳酸抑制跟這個就是有氧跟無氧的切換的那個抑制 就是跟大家複習一下 如果你要所謂剛剛洛伯講的乳酸 就是其實你要維持在有氧範圍之內 你不要硬到切換到無氧系統去有乳酸開始堆積了這樣 那怎麼樣去用身體的體感去抓 還是他是有一個心跳啊 有一個什麼去 其實每個人心跳是不一定的 但你可以有一個叫做卡式公式去算 那大致上如果說你是一個想要保守算 因為如果越常練的人 這個乳酸抑制的位置會越上面 所以如果說在初期來說的話 你覺得你的體能還蠻差的 你剛開始介入的話 你可以抓60%的保留心跳率 那如果說在練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覺得大概抓70%是可以嘗試看看的 那怎麼抓呢 什麼叫保留心跳率 並不是用你的心跳率去乘 它會是你要先算出你的安靜心跳率 例如說你看你的Apple Watch上面 你的安靜心跳率平均這個可能 例如說65 70 你的最大心跳率也要算出來 最大心跳率就是用220去減掉你的年齡 你知道你的最大心跳率 以及你的安靜心跳率之後 你把這兩者相減 這兩者相減就是你的心跳區間 從安靜到最大的這個區間 我們稱為叫保留心跳率 那我們要把保留心跳率去乘以0.6 或是乘以0.7 然後再加回你的安靜心跳率 好所以像邱哥你大概可以算一下 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42 220減42 比如說178 178你的最大 然後我的安靜心跳率大概70 好那你就 你的保留心跳率就是 108 因為你還蠻常在踩腳踏車的進行 所以你的這個中等強度的運動 你就用108先乘以0.8 0.7 0.7 然後就是75 76 75 然後你要再加回你的安靜 再加回70 對 所以140幾 145就是我的 算是中等強度的左右 對 就keep在這附近 你就可以在這個上下 做一個小小的移動這樣子 用心跳率來看我的乳酸育值 對 因為在沒有訓練的人來說的話 他的乳酸育可能在60 65 有訓練的人應該都可以提升到 70%到75 那馬拉松選手更高一點 我知道了 所以你乘以0.7 乘以0.6就對自己好一點 我知道了 所以其實這個每週時數 150到200分鐘 我上次特別提問洛博士 我一定需要每天去分散這200分鐘嗎 還是我可以一天報彩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直接用一個總量去累積的 就是週時數 對週時數你可以幾短時間去抽 像SSN定義可能10分鐘都算一次 我可以比如200分鐘我抽20次 分散在這個一天要三次 就是一天三次每次10分鐘 30分鐘湊7天 7、3、21 沒錯 像我自己還蠻常是用湊的 就是可能我早上起床 然後呢先踩個15分鐘 喔你是用湊的 然後晚上回家再踩個30分鐘之類的 我把它湊個45分鐘在一天裡面 喔這樣子 那你都是踩 那個 就是飛輪 然後踩到中等強度 對 就戴著一個手錶應該都還蠻好去 監測一下你的這個心跳率 然後你剛剛講的60%或什麼 它有點算是60%的奴隸的體感嗎 不是這樣子嗎 其實不算 那我們稱為到60%的保留心跳率 那個在一般的體感上面是累的 還是一個舒服的 大概你還是可以講話 還是可以講話 然後還是可以看個片 還是可以把手機 你可以可追劇 可追劇 可追劇 可追劇的角度 因為蠻多人是看著打開iPad的Netflix Twitter去 然後就一個小時給它催一集這樣 然後就一邊踩一邊吹這樣 對 但是就是 我看到有些人有氧真的是踩到一個極慢的程度 那就可能就 看一下心跳 應該可能跟你休息的時候差不多 這種人可能就需要再更長時間 時間 或者是它就要踏平 或者是阻力就要往上 讓心跳再上去的這樣子 對 但是因為像腳踏車這種東西 它是有一個那個RPM 就是每分鐘轉速 那在研究上定義也就是 RPM大概都要維持在大概60左右 也就是一秒鐘左右左右各它一步 可能50到65這個區間 它才會比較符合你的肌肉內的這個發力的這個 比較不會產生太大的肌肉內摩擦力 有些人說 我踩超快 瘋狂的去標速這個飛輪 那其實我覺得那我寧可你踩超重 讓這個RPM可以降下來 對因為如果說大家有踩過U-bike 你把它想說 我把它調成那個最輕的那個阻力 然後我想要踩超快 你會發現你有很多的時間 是在空用力 在空轉 那就是我們在過程中增加肌肉內的摩擦力 它很多的力量 以熱的形式已經喪失掉 它並沒有好好的施力在踏板上 就做工其實就可惜了 對 所以至少要有一個五六十的踏平 對 OK這個很重要 像我們在做這個最大運動測試的時候 就以前我在實驗室做最大運動測試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要測最大攝氧量 每三分鐘會往上跳一個階 跳一個階就是重量 腳踏車踏板會變重 直到這個受試者他無法維持50RPM 再怎麼樣的鼓勵他都已經無法維持50RPM 它傳到爆炸 這個時候基本上算是測試結束 我們已經知道它的最大運動能力在哪裡了 就是戴著面具 然後看它的 看它的氧氣跟二氧化碳的消耗這樣 這就是最大表現的測試 沒錯 OK 所以其實剛剛介紹的那個卡式公式 那這個卡式公式是在 因為一般人來說的話 每100個人可能不到一個做過這種 實驗室型態的最大運動測試 所以卡式公式是給沒有做過這種測試的人 大概知道我要如何去抓一個起始點 大概多少的強度是合理 但如果說你曾經做過最大運動測試 而且你都有在追蹤的話 那其實是最準的 那我回推一件事情 比如說老公阿嬤 爸爸媽媽媽 他說我每天都散步 我每天都散步 從這裡走到很遠走兩個小時內 我絕對超過200分鐘 我有在運動 這樣子算嗎 如果以 這個時候我會認為這種 假設年紀因素進來了 年紀因素進來的話 我覺得總比他沒做好 當然當然 總比他沒做好 但是如果是以我們這種 輕壯年或者是壯年 在看的話 這樣子的生活可能 知道我們講的就是肌肉收縮的大小原則嗎 肌肉收縮的大小原則 就是你如果總是進行一些 相對比較接近你休息的能力的這種活動 只比休息吃力一點點 這個時候你會收縮的肌纖維 基本上都是比較小型的第一型肌纖維 那你必須要把強度往上拉 也就是重量往上加速度往上加 這樣你才有辦法在你的第一型肌纖維 發現說這件事情是困難的 我無法游刃有餘的完成 我去拉比較大型的肌纖維來參與 這時候強度一高 就會有更多的肌纖維參與這個活動 你全身才會比較有動起來的感覺 被動到的感覺 因為很多人搭乘大眾運輸上下半 他可能公司跟站雨站之間距離比較遠 他說啊 我的運動就是我提前一個站下車 然後我走比較遠 但假設沒有到剛剛的中等強度 難道全白費嗎 他只是說有基礎的動態生活 但是如果真的要再往健康再邁進一點 是不是真的要稍微走到有點流汗 我覺得有沒有流汗不是一個重點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把有沒有流汗 當成一個運動有沒有強度 或是有沒有努力的指標 很多人 但是這件事情在台灣聽起來好像還蠻常見的 因為台灣很會流汗 台灣濕度很高 好這時候我就說如果你去冰島 那你舉個暴衆你也不會流汗 那你難道全白費嗎 不是這樣 因為流不流汗 其實流汗只是一個我們身體散熱形式的一個模式 包含說什麼針扇啊 輻射啊 對流啊之類的 那他只是一個其中把你的熱能排出身體的模式 所以有沒有流汗 我覺得並不是一個重點指標 他甚至不值得拿來參考 我覺得還是要看心跳率在有氧這件事情上 有道理 那如果說你總是使用這個走路 或者是說趕車的這個時間當成你的運動 那你要看你湊起來的時間 單次有沒有10分鐘嗎 單次未達10分鐘不算啊 不算累計次數啊 理解 所以其實要再更geek一點 假設你的工具不多 你只能拿捷運站提早兩站三站下車的工具 比如說今天天氣好 我就提早三站 然後我走個20分鐘 然後我心跳又走到剛剛講的那個鏡子 保留心跳率的60% 那有了吧 有 這樣子就有了 那真的得好好的審視一下自己所謂以為的有氧 是啊 但其實就是在這個時間以外 還是要做主力訓練 因為你有氧再怎麼樣湊 你還是不會到達高強度去 當然 你還是要做主力訓練 對 所以剛剛那個前提是 假設我已經有一週多練的在健身房 然後你的時間也只夠你做完主力訓練 然後中量訓練 然後你不一定剩下的時間 因為你等一下要回家要去揭曉一下 不然要做什麼了 你時間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要把有氧的時間分散 在一週之內的週時數150分鐘到200分鐘 你可以用我們剛剛講的你提早下車 但是你必須要達到這樣子的心跳率 或者是像洛伯一樣去踩腳踏車分散踩 或者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樣某一天週末報踩 假設我江濱山去騎個二子坪弄一弄到三四個小時 這樣也可以 那也是可以 那我會提醒我的學生如果一直有在比賽的 就是你即便在增肌起 雖然說在訓練上 能量系統上會有點訓練不相容 那你把它做到最小的幅度 就是建議值的150分鐘 對那我會說為什麼要維持這個 第一個維持你的心背功能的健康 那再來的話就是當你進入到備賽 也就是說這個電端開關切過去的時候 你從0分鐘變成300分鐘開始 你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崩潰的事情 對但是你從200或是150變成300 你會覺得這是一件還蠻簡單的事情 理解理解理解 所以其實如果認真有要備賽之前 其實有氧算不可或缺 對其實我即便到現在 我都還一直保持這個有氧的習慣這樣子 你買了那張桌子了沒 我還沒 就是有一張 前面有桌子的飛輪這樣子 然後可以把電腦放在上面 還可以在那邊吃飯 好酷喔好酷喔 那個贊助廠商乾爹有機會 我幫大家開箱一下這樣子 盡可能在有限的 繁忙的工作裡面找到有氧的時間 不管是何老師我們在講 微量訓練法 或者是在洛伯這邊 你即便是健美喜好 肌肥大喜好 你要在得分上面 擁有比較有效率的工具之前 這些準備工作都不能少 像我上禮拜 就是車子壞掉 所以我們延後兩天錄影 然後我車子壞掉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就是 道路就有人幫我拉到 台中沖德的保養廠 然後那時候離開的時候 因為車子必須要留在那邊 然後我就必須要搭高鐵回台北 所以那時候保養廠的廠長就說 要不然我幫你交一台計程車 然後我查一下大概兩公里 然後我要到台中捷運站 去搭到高鐵站 我說不用 然後他說到捷運站很遠 然後我說沒關係 然後這時候我就 我說你等我一下 我要去後車廂拿東西 結果我拿了所有SVD的護具走 就是我的護膝 我的護手 我的護腕 我的腰帶 還有我的瑞巴克那雙 那個Nano 12的鞋子 你穿上去 對 我就提振它 或是掛在我的身上 然後常常說 你帶這麼多東西會不會很重 我就說我可以沒有車子開 但是我不能不訓練 我就拿著它加起來 大概十幾公斤在身上了 結果我還有包含自己的背包 我就想到太好了這個機會 我今天就不用踩腳踏車了 負重行走 負重行走走兩公里 然後到文興崇德站 然後就看一下心跳率 大概過程中都在130幾 140 我覺得非常合理 可以 所以真的很會找機會 因為那時間大概花了半小時 所以有一個前提就是超過10分鐘 對 超過10分鐘 然後強度有上去 然後我這個禮拜也是 做了一個禮拜的捷運 在台北工作上課 所以我就時間控制狂 我會去看我每一台車幾點會到 然後我今天要用如何 用最短的時間回到家 然後中間有一次就是 我記得我想要打9點28 從三重站往林口捷運站的 但是因為你要在黃線轉三重 轉林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錯估了這個時間 覺得自己能力很強 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我還有把那個影片錄起來 就是我從三重捷運站黃線一開門 我衝出去 我要看我可不可以在9點26分下車 9點28搭到林口那一台 結果我後來失敗了 原因是因為 我就是用衝著 因為沒有辦法等電梯了 時間絕對來不及 所以我就一路衝 因為它是地下化到高價化這個差距 我本來以為是從地下到地下一樓 從地下一樓到一樓 以及一樓到二樓的差別 結果後來發現是B3到加3的差別 也是6層樓 6層樓 爬到後來是已經喘到崩潰那種程度 差一點點你就又完成了 對 然後我跟我老婆說 我沒有趕上這台車 所以我只能到9點43 她說你幹嘛那麼趕 然後我就說 我只是想要測試看我的能力在哪裡 那沒有趕到的話 我就會沒有趕到的話 我就會把它定義為 我自己是因為練太少造成的 哇塞 你太認真了吧 天啊如果我有這樣子的motivation 這樣真的是會讓我進步很多 那就有時候可以在自己生活中 找一些這種動力 不過跟我老婆其實這個 搭車也挺好玩的 就像在闖冠一樣 所以像我後來我就有一次成功 就是我9點在永和下課 然後我要達到9點9分 在那個頂溪站的車 然後頂溪站往這一個 9分鐘 對 9點9分 然後我就可以在9點36 抵達三重站 然後三重站就9點43嘛 就很順利就可以 就不用跑到崩潰 這樣一個正常的走樓梯 哇 每一天的行程裡面 你都可以算一下有沒有轉換 你多增加一些有氧的時間 這樣 我知道洛伯每天訓練 所以每天訓練的那些課表 反正你都很熟悉的 你就把主數重量都加到位 然後剩下的就是在零碎的時間裡面 湊一些有氧 哦 真的很棒 太棒了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這個 備賽的有氧 那我們剛剛也聊了 見面的比賽 我們大力士 但接下來 因為我們上幾個單集 有蠻多QA的在YouTube上面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QA 來幫大家做一些解答 好我們看到在74集 這個請問洛伯這個問題 第一個有關心理的問題 當訓練一段時間之後 到健身房壓壯的都會問說 我是誰 我是哪 為什麼我在這裡 他就會想到街口的鹹酥雞 遇到這種心理狀態 有什麼面對的方式 就是想吃 但是他卻在練是這樣嗎 他在練然後就想吃 他說怎麼樣面對這種 這時候我會建議他先吃完 他想吃的就來練 他心情會比較好 如果說他正在增肌的話 吃多練重 吃多練重 你不要挨餓著練 沒錯 出社會之後比較難規劃 比較難規律的時間運動 平均一天三練 很棒啊 一星期三練 一個禮拜三練 然後如果遇到加班只有兩天 比較不忙的時候練四天 所以每週可練習時間不一定 請問這種不規律的時間 有什麼需要建議跟規劃跟注意的事項 那如果說你只有兩天的話 就會用到我們之前提到的那個 就是兩天循環 一天很注重下半身 然後輕練上半身 另外一天上半身練得很重 下半身小練這樣子 我猜他的問題是 比如說他因為他沒有辦法預期加班 對所以就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你兩練的時候 因為你一定會知道說 我這個禮拜其實頻率很少 也就兩天 你自己知道之後 我這裡大概就練到兩天 這個時候 你大概就是去做一個這種兩天循環 四天的時候你就跑四天循環 你一定會有個變通的空間給自己 他也許他是說 我就是開始跑四天循環的課表 結果後面兩天被加班掉了 OK 這個時候少了東西對不對 對 那這樣就要看你少的什麼 然後在你下一次訓練的時候 把那些東西重點式的補回來 就是我少練到的背 或者是推拉腿 對 高強度的部分 重點式的補回來 OK 缺了什麼就補重點 缺少的重點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肌群 或是一個一成不變的課表 它可以是其中拉出一個一個方塊 去補中間的這個洞 像我禮拜一的時候 那就是那個前幾天 然後那一天因為我是搭捷運去上班的 所以那天時間也抓蠻趕的 沒有 我本來預期我應該可以2點半到 2點半到 然後3點開始上課 結果我2點47分才到 3點就開始上課 基本上沒得練 然後 所以我在晚上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我就跟學生講說 我跟你一起練 然後結果他說 好啊 他說可是老師我練得很輕 他說那個 這樣你會不會沒練到 然後結果他說 我說沒關係 你待會硬舉的重量我拿來划船 那樣子 然後拉160 所以我那天也就是硬著頭皮划船 划個160看看這樣子 好 結果在這個前提之下 因為其實我通常來說 大家都知道 我大概都是硬舉之後接划船 那天我是不是就沒有硬舉了 所以說我把我這個划船高強度的 這個槓鐵划船的區塊 拉來前面練了 結果我禮拜三 因為我禮拜一練划船 我禮拜三要硬舉 我硬舉照練 但是因為我已經把我的高強度的划船 練掉了 所以我在硬舉之後 我就去練了我的腿系列的刻表 我去練了我的臥腿 就是搬運這個模塊 你可以把它移動 OK OK 所以這個建議很棒 那第三題他問說 有關真基期跟基肥大期 請問兩種是一樣嗎 真基與基肥大期 也因為內容有說2到5下偏真基 6到12下偏肌肥大 其實應該說2到5下是力量 力量 對而不是真基 對是力量 所以其實在能量系統上就不一樣了 那通常來說的話 我會在真基期 我們講真基期跟背賽期 或是減脂期 我們在真基期來說 整體的能量系統 在前半段會比較偏向力量訓練 中後段給予一些沒有那麼輕的 基肥大訓練 可能就是6到10下 或是6到8下這個區間 所以前面會比較2到5下這種 對 就真的很重的那種重 然後如果說你是背賽期的話 你第一個動作 可能就會直接放到5到6下 對 然後後半段 當你第一個動作是5到6下 你後面 你當然就不可能再更重了 它只可能會陸續的釋放強度 變成可能8下 第三個動作10下 12下 後半段就是12下 大概這個區間 所以它整體能量系統就是 我到底在真基期是比較偏哪個 比較偏向磷酸系統 開頭多一點 你可能會花半個小時 練你的磷酸系統 力量系統 那你在後面的半小時 可能練你的肌肥大 但是在背賽的過程 你可能花15 20分鐘 維持你的力量 去做一個比較中的 也算是基礎肌力的概念 5下6下 然後後半段 你可能會有40分鐘 去練你的肌肥大 快堂解系統 我現在想到我們上次說那個主題是什麼了 是那個如何在不掉肌肉的情況之下 只脫脂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要維持強度 但是不用那麼超 但是你至少要有基本的強度 讓磷酸系統還是作用 之後再跑去6到12下 OKOK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在增肌跟減脂 所以那個次數的上面是不一樣的 那個能量系統 有關提到是否要訓練到力竭 在有黑魔法的加持之下 練到力竭 似乎是一個可接受的方法 如果沒有黑魔法就不用練到力竭 那應該練到什麼程度 是否需要一到兩下的保留次數 我先講黑魔法這件事情 本頻道真的不鼓勵大家嘗試 就是我都會講我respect 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講健康 那我們頻道跟我們製作這個單集的節目 跟這整體的願景 是希望大家強壯 不是希望大家都跑去用科技 這個要先講 不是說你晚一點還就好了 這其實是蠻恐怖的 就這個本頻道的立場 好不好 這個黑魔法就是 不過如果他既然都提問了 上次我們有講到我記得 就是說如果用了黑魔法 你的那個體內荷爾蒙高酮是處於高點的 外來荷爾蒙很高 所以你不需要去碰那個很大的重量 你直接做一些 力竭式的20下10下那種 就是比較多 也就是說比較快堂節系統 直接開始快堂節系統 OK 那其實他的問題 可能把這個有點反掉了 就好像我們並不是講說 黑魔法可以力竭 而自然訓練不需要力竭 我們講應該是說 如果是自然訓練 他更需要在訓練的前半段 有一個高強度的這個區間存在 這個力竭 那當然到了這個基北大區間的話 你只要在動作標準的情況下 你主觀上的力竭出現是可以的 好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問了好多題 他說第五題 有關睡眠休息 有什麼好眠的秘訣嗎 這個是乾爹 郝俊佳 感謝你Cue我們乾爹 有什麼睡眠的秘訣 其實我自己一直以來都睡得相當的好 對 所以其實通常來說的話 也就是好好的訓練 好好吃飯 放鬆心情 應該 如果有遇到睡眠的障礙的話 可能要找尋其他的方面去幫忙 壓力是一個很不可預測的東西 像工作壓力或者是突然 你可能接到一個case 說突然你發生了什麼 家裡面 或突然你分手了什麼 壓力其實有點不可預測 像我之前台灣大力士 不滿各位觀眾啊 我辦完台灣大力士之後 我出現了白頭髮白鬍子 然後就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這些白髮 就一夜不是一夜啦 就辦完一場比賽發現 就是那個壓力真的滿大的 所以有時候 對啊 你也不可預測什麼事情 所以盡量想辦法找到 釋放壓力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很好的方法就是訓練 推薦給大家 最後上集有提到 自然情況之下用強度拉伸荷爾蒙 這個強度是指訓練量還是單純的重量 強度其實講的就是重量 重量喔 重量重量 就是RN數 你可以操作RN數在6以內 對 你要壓得重 但是要選擇適當的動作 槓鈴類多關節大動作 對對對 不是說二頭彎舉一個啞鈴 我就24公斤舉兩下 不是這個是要多關節的 才會有荷爾蒙的刺激 應該說這類型的動作 比較適合去做一個高強度 再來的話 就是這類型的動作 它對於身體控制能力的提升 一樣有整體的往上拉的效應 再來的話 張關節動作 你做6下 它可能第一個動作很難標準 再來的話 它的危險性還蠻高的 第二題是 有一個叫Rendall PH 1219 他說內容很精彩 但是豪哥的模式好像強調 叫主間休息算秒的 五秒休息 對 時間很快遇到下一組 然後捕手一直幫幫布 豪哥肉量很多 以這個結果反推 他就不明白說 是磷酸系統快堂節 怎麼樣 這種練法是怎麼解釋 是不是有某種程度的光譜 就是因為我們看豪哥的節目 就是五秒休息 跑到下一關去練 然後就很低域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回答上來說的話 如果你的目標最終就是激肥大 當然你可以透過我們提到的方法 就是有磷酸系統 有快堂節系統 以及主速適當的情況下去完成你的目標 當然你能不能說你把全部的專注的點 全壓在快堂節系統上 當然可以 當然只是會很累 你的關節會很辛苦 他意思是說他的主間休息都要切換得這麼快 然後他必須在這一個強度的能量系統 要帶到這麼高的優秀的境界才能這麼好嗎 不見得 不見得對不對 不見得 因為就像我們之前有聊到的 我們講一個更直接的例子 Ronnie Coleman Ronnie Coleman他的建立的 他力量水平是可以建立的在那個時代 他非常的迷戀於力量訓練 他的刻表架構的前半段也都是力量訓練 所以其實在把身體練得好 也就是練得好看 肌肥大基本體型建立起來 你可以在我們提的這個架構下 有力量有肌肥大的這個串接 有磷酸系統快堂節 或者是說你可以像豪哥一樣 全壓在快堂節這條路上 但是就透過大量的訓練量去堆疊出 你的這個身體的肌肥大反應 那這個身體肌肥大反應 當然包含著這個機械張力 也就是外來的重量給予你肌肉多大的拉扯力 那再來就是代謝壓力 你的訓練量導致你乳酸大量的爆發 你的身體呈現一個高乳酸的狀態 你他就會製造出一個 我的肌肉必須要長大的這個訊號 所以基本上像Ronnie Coleman 他可能偏向於就是兩者間距都要有 然後豪哥這個部分 他完全壓在訓練量這個路線上 那最後他們都達成他的目標 就是練得很壯這樣子 那就是我必須說後者可能真的相對還蠻累的 對 就是我們有做槓鈴大重量訓練的人 其實我們有時候心裡面會寧可壓個那兩三下 但是也沒有想要去做很多組那個十幾下的訓練 對因為大家知道我們有幫豪哥拍紀錄片 我們也跟他好一陣子 看他訓練 其實是真的沒辦法跟他聊天講話 是真的沒辦法 他是真的就是一直砰砰砰砰 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我拍到就覺得哇 震撼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那個訓練量之高 就對有沒有可能是他真的是天選之人 對啊就是有沒有機會是對於他就適合這樣子 然後他有這樣子的心肺功能跟能量系統的強度 在那個區間就比一般人高 所以他適合這樣子 這當然以結果呈現來說的話 他的確他在這條路線上在這個模式下 他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嘛 那當然就是沒有問題 讚讚好分享給你 這個是豪哥的 豪哥的雞肥大秘訣 對豪哥的雞肥大秘訣 對豪哥的雞肥大秘訣 有人問說 就是你進步備賽還是要維持一些比較大的豬項目嗎 然後他是說我可不可以因為可能比較沒力 他要降重量做6到8還是 這個其實我就要把它提到 我看得懂他的問題 但是要把它提到是你在當天力量就下滑了 例如說你第一組可以做6下 你第二組剩5下 第三組剩4下 這個叫做當天的下滑 或者是說你是一個階段性的下滑 例如說我本來可以用150公斤做5下 結果我下個禮拜 我發現我150公斤快要守不住了 這個時候我用145公斤做5下可不可以 好 那我的建議通常是 當日的力量下滑 你要考慮你重量抓的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你的組件休息適不適當 通常來說你第一組可以做到5下6下 而且甚至你還有保留一下RI 就是保留次數的話 你後面如果掉次數 它主要的原因都來自於你組件休息的不適當 所以你可能要拉長你的組件休息 維持你當天原先設定好的重量 如果說你是根本連第一組 你設定要150公斤做5下6下 你都只剩下2下3下 那代表你根本就設定錯了 選錯了 對你就當天你要當機力斷 在第二組就把它調整出一個適當的重量 那當你第一組做出這個重量 你接下來做不出來 那應該都是組件休息的 設定不佳造成的 那如果說你是足周開始掉力量 這我覺得是OK的 足周掉力量 通常來說我們講的 就盡量不要掉肌肉做法就是 你不要太快的跟你的強度妥協 不要太快跟你的強度妥協 你的肌肉量掉的就會非常的慢 甚至不會掉 所以例如說我第一週 我深蹲還可以150公斤做5下 我第二週5下還蠻吃力的 我做得完 那我就不要去釋放掉這個強度 那我到第三週147.5 OK嗎 當然可以 只給2.5 你不要說我直接150 我開始備賽了 我變100 這就有點太過分了 你肌肉應該是會掉的 了解 這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再來的話就是RM素可不可以上升 通常可以 通常來說的話我在 剛開始讓學生備賽的前幾週 因為他並不是一開始就那麼餓 他一開始是慢慢降的 他身體還從一個增肌起 非常有體脂肪 非常有肌肝糖的狀態 去開始進行這個備賽 一開始甚至我他們在 備賽的前兩三週三四週 都還會有那種三下四下的訓練 可能到第二個月 他開始已經比較瘦了 他能量開始慢慢的變少了 五下六下給他第一個動作 再來的話 六下 可能在最後一個半月六下開始 到了最後最後那一個月 或是說三個禮拜 才會有第一個動作 八下開始的這種情況 所以你會 反而他的問題是能不能降 他講的是重量 但我講的是強度的釋放 你可以一路的去釋放掉強度 就是你從一開始都還在相當重的階段 然後盡可能拉住你的強度 高強度的這個區間 你慢慢的把這個 算是最大肌力的區間 釋放到基礎肌力 基礎肌力大概就五下六下 到最後最後你的第一個動作 才會直接離開這個高強度區 也就是直接開始八下開頭 可能那個階段只有兩三個禮拜 那他的那個問題 其實也算問得很厲害 不過他的問題是說 我要維持重量 還是我減少次數變成同一個重量 我只能做兩下 我就做兩下 不行這樣對不對 那就是設定錯誤了 我都回答他了 就是包含說我當天就抓不住這個強度 或者說我是陸續釋放掉的 那其實兩個面 因為他問得很短 我把他問題加完整 對對對 OK這個非常重要的一題 OK但往下 他說邱哥請教洛伯 身體理論上在運動前 是不知道你要做什麼運動的 所以使用能量系統 應該在運動過程中調整改變嗎 假設我做一組十二下 大概是45秒60秒之間完成 是不是前30秒還是偏零酸系統 30秒之後進入快量界 或者是身體在強度足夠之後 搭打某個抑制才會觸發零酸系統 回到我前面是八下加八下的地間 住中間休息不到10秒鐘 會不會持續使用的糖解系統 他的意思是說 我大概懂他的意思 就是我運動一小時 是不是前面6秒就是零酸系統 當然其實就是我們在能量系統的使用上 我們會講到就是主要使用的 主要使用的 所以以NSC的定義 就是比較表格上的制式定義 0到6秒主要能量系統是零酸系統 6到30秒是零酸加快糖解 所以其實你說練健美 它是練零酸系統和快糖解系統 其實大部分的主數應該都掐在 6到30秒零酸快糖解區間 再來的話 30秒到2分鐘是快糖解為主 所以如果說像是在運動場上 什麼樣類型的運動是以快糖解為主 像400公尺 400公尺跨欄 它應該都在40幾秒結束 這類型的運動員 基本上訓練他的快糖解能力 但像100公尺的選手 他的主力應該是在零酸系統為主 雖然說會有人說100公尺9秒多 它應該是零酸快糖解 6到30秒 但是100公尺它達到最大的速度 可能是40公尺就達到了 40公尺這個區間一定是在5秒以內 所以你在這個速度之後是維持 維持那可能幾秒就結束 所以100公尺的決策點應該還是零酸系統 200公尺就是無庸置疑的零酸加快糖解 所以以他的問法來說的話 應該就是說 我是不是在每一組開始的時候 應該都是零酸驅動 然後後半段6秒之後 快糖解開始輔助 這個觀念是對的 但是這時候就會有人問到說 既然6到30秒就有練到零酸系統 我為什麼還要特別去練一個零酸系統 這個問題我來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去練一個真正0到6秒的 這個零酸系統 原因是因為 它不只練到你的能量系統 它還練到你的神經徵兆肌肉的能力 極大化的身體控制身體的能力 所以你的神經徵兆肌肉的能力 如果你觸發起來的話 你在之後練肌肥大的這個區間 你可以得到更大的重量 你可以操作更大的重量 不見得是當天 它可能是一段時間之後 你連練肌肥大的重量 可操作重量都上升了 你從拿20公斤的啞鈴推時下 累積出200公斤的訓練量 你變成40公斤 你那一組就是400公斤 它可以給予你的單一時間區間內的 訓練的總量累積 你的訓練的時間效益 都是整體提升的 所以為什麼要存在著力量訓練在課表中 是這樣 它的問題應該再更廣泛講的是說 就是我反正今天跑 就是應該說 他又問說 是不是到某個時間點就會切到下一個能量系統 對 這個其實還出現了一個 比較常見的都市傳說 這都市傳說就是以前都會聽到說 你油氧一定要踩30分鐘以上 才會開始燃燒脂肪 這個想說都常常聽到這種說 至今還是很多人在講這個 對 他們可能某個程度認為說 一開始你必須要把你的肝糖耗盡 你才會開始使用到脂肪 或者是說某個程度他們會認為說 脂肪的燃燒是比較困難的 然後你必須要堅持得夠久 所以他們會講一個話術 讓你比較願意做比較長時間的油氧 但事實上 從科學的角度看 我們人體什麼時候最燃脂 其實就是休息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睡覺 作折的時候 70%的能量消耗 來自於脂肪的燃燒 但是燃脂最後並不會產生減脂的結果 因為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們在訓練要高強度 為什麼要耗盡我們身體的糖源 走快糖解系統 原因是因為 你平常很燃脂 但是你休息的時候 你吃飯的時候 你這些消耗掉的脂肪 它還是會補回來 因為你肌肉中的肝糖 處於飽滿的狀態 這些食物多出來的熱量 沒有地方存 它把它塞回給你的脂肪 你消耗補回來 又回到原點 基本上還是一樣的 你沒有產生體脂肪的下降 所以減脂的話就是 你消耗掉你肌肉中的肝糖 然後你做高強度訓練 有使用到你大部分的 大肌群裡面的肝糖 讓你在肝糖需要補充的情況下去進食 這個時候食物吃進來 它就會被重新合成成肝糖 快速的喝成成肝糖 你的脂肪細胞 它就沒有辦法得到支援 因為你是熱量赤製的 所以你的脂肪細胞 只能在休息的時候 一直消耗越變越小 但是在吃飯的時候 光補肝糖都補不夠了 它不會給你脂肪補充 所以其實像能量系統來說 並不是說 我這個幾秒到幾秒之間 只有磷酸 幾秒到幾秒之間 磷酸罷工了 只有快糖解 或是說幾分鐘以後 只有有氧 它其實都是一個彼此互相幫忙 比例原則 比例問題 0到6秒 磷酸 所以我們都會講是為主 是 所以例如說2到3分鐘 就是快糖解加有氧了 3分鐘以上稱為有氧為主 但是有氧的時候 有沒有快糖解 還是有 你的乳酸會產生 只是你乳 一個運動 一旦可以讓你撐到3分鐘以上 還可以持續下去 不需要降速度或是降重量的話 即代表它的強度沒有很高 它強度沒有很高的話 這個時候即代表 即便你有乳酸產生 你的乳酸的產生 跟你的乳酸的代謝 達到一個至少平衡的點 對 這樣你就可以以有氧為主 就像騎那個腳踏車 到最後 比如說500公尺 一公里在那邊充現 爆瓦數1000萬噴出去的時候 那就是開始以磷酸系統 跟快糖解為主了 所以即便前面都大部分是 對 前面都是有氧 但是這時候磷酸開得起來嗎 它還是開得起來 嗯嗯嗯 所以它就是一個 誰為主比例分來分去 身體是蠻特別 不會說只有切過去 就其他人不工作這樣子 OK 那還有問題是 下一個是 AZ267788 他說目前5x5 通常到最後一組只能做三下 請問是要降重量把量吃完 還是到此為止即可 其實我覺得可以 這個問題很好 常常我在培訓課的時候會問學生說 好你可以 你排了一個5x5的課表 那你第一組做五下 第二組做五下 第三組做三下 怎麼辦呢 然後兩條路線給你選 他講的已經是最後一組了 那如果說你第三組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以前我都會說 其實你已經神經疲勞了 那你接下來有兩條路線 降重計訓練 或者是你直接切到你後面的 輔助訓練的區間 直接閃了這樣子 其實要直接閃了 那我現在我會跟學生講說 你如果真的很不甘心 你還差了真的好幾組的話 那降重計訓練是沒得談的 因為你已經到 你前面兩組做的完嘛 你第三組做不完 你可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休息時間設定的太短 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磷酸系統 就是那個力量訓練的區間 主間休息設定的是2到5分鐘 但是很多人真的很急 他2分鐘一到馬上扛起來 馬上蹲 但是這個時候他可能不見得休息而夠 所以他可以試著 例如說我今天前兩組做完5下 第三組設3下 而且我是用最短值2分鐘去休息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 直接休息到3分鐘 休息到5分鐘看看 你看能不能在第4第5組把它奧回來 如果你連連續兩組都失敗了 你直接去輔助訓練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像這個其實他的問題是 他在最後一組只做3下 那還好啊 那蹲到被壓剛好收鋼片這樣 就是 有道理 剛好在你的力量訓練的最後一組 無法完成你的這個設定的次數 我覺得這不是件壞事 算是 算得蠻準的 你搞不好只差 只差30秒的休息 你可能就完成 對就算 像我自己也常常會在我的力量組的最後一組去嘗試看看 我能不能多做幾下 不能也就算了 讚 ok 然後這一題有人問說 他是 KS-0634 他問說 請問如果有安排爆發訓練 是要算腿嗎 爆發訓練 是要算腿嗎 爆發訓練可能就跟健美訓練就比較沒有相關 我覺得要把它直接拉出來 當成你作為爆發力提升的一個小階段 因為你比較不會 除非你是一個舉重選手或是crossfit的選手 否則你應該比較不會在你一年中的所有時間 都有一個爆發力在裡面 因為他算是把你的力量去提升成快速力量的階段 所以例如說你發現你的爆發力已經卡到一個點 因為爆發力的 就是等於說你要把你的力量兌現成爆發力 它那個達到快速適應的時間會比較短 也就是說你有很好的力量了 你要把它兌現 你要你的技術沒有問題的情況下 你要把它轉換成爆發力 它可能很快就出現出一個快速力量的上限值 當你發現它不會再上去的時候 你應該要退回來再練你的力量 大概是這個說法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說你是要練健美 而且你的課表中有一個爆發力訓練 它可能是一個額外的訓練 額外的專項 所以我不會把它當成我的任何一個部位的訓練足處給它 因為他們有提到說它的爆發力訓練是什麼動作 那爆發力如果說通常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 抓舉停舉 高拉高翻抓舉停舉 高拉就是那個 高拉 高翻就是克林 然後抓舉停舉這類型就是爆發力訓練 可能對於我們的體態方面來說 比較不會用這一些面向去訓練 但是如果說它需要出現在你的主要課表中的話 請先把它練完 我知道它在問什麼 它在想說這種爆發力訓練 它是不是有在問跳這個動作 我們爆發力訓練講的有包含槓鈴的爆發力訓練 或者是說增強式訓練 增強式訓練可能會用一些小器材的專項動作轉換 例如說跳箱 不論從地板跳上箱 或是從箱上落地的 我們有稱為這個叫做箱跳 就是從地板跳上箱 另外一個叫做聲跳 聲跳就是從箱上跳下來 對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把你已經透過槓鈴訓練得到的爆發力 去轉換成你運動場上的專項爆發力 所以不論是槓鈴類的爆發力 或是專項爆發力的轉換 我們都把它歸類為爆發力訓練 那這類型的訓練 如果它需要出現在你的課表中 它必須要擺在前頭去把它練完 前頭把它練完 對 因為通常來說我們的原則就是 先練快的 再練重的 最後要練多的 嗯 先練快的 爆發 再練重的 然後再練多足足的 但是通常我比較不會把它三者全部綁在一起 因為這樣的話其實真的太多了 要嘛你就練快的加重的 要不然你就練重的加多的 或是你練快的加多的都可以 嗯 OK 這個問的很棒 OK 這個是爆發力訓練喔 好的 有人說好像沒有在Podcast更新了 請問 今天更新 今天更新了 不好意思 在忙大力士比賽 好 OK 那其他的我來看這一集 這另外一集 73集 來看看73集的問題喔 好的 去刪機 嗯 講比賽的好像比較少 好 那來看74 好 我們來看這個單機下面的問題 他說 邱格林好 我想請問一下 常聽到的減子期就被賽期嗎 嗯 但是課表內沒有出現這個時期 欸 什麼意思 第二個是 有常提到激勵指標的四個時期 喔 解脖勢引起 激勵大力量爆發力 請問這四個時期的訓練模組都一樣嗎 或者是次數不同 請問Rock博士 組間的休息時間 不同時期會有不同嗎 好 第一題是 常聽到的減子期 課表內沒出現這個時期 減子期就是 假設我們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 如果你把他簡單一刀切 增肌減脂的話 那增肌你整體來說 會比較偏向高強度 吃多練中的這個區間 所以你的這個 課表裡面那個磷酸系統 力量訓練的區間 會佔一個很大的主體性 你必須把你的基本能力大幅的提升 那在減脂期 就是你開始備賽 你開始熱量刺激 你開始踩油氧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這個力量訓練的區間 就會維持在基礎基地期 可能就五下六下 開頭的第一個動作 你後半段就快速的去切換到 你的快檔節系統 這其實就等於說 重複了一次剛剛這個內容 對 重複了一次 剛上面也有一題 在講這個減脂期的架構一樣 對 那他提說肌肉的這四個指標 四個時間 解剖適應幾倍大 他說四個時期的訓練模組都一樣嗎 還是說只是次數不同 其實當然不一樣 因為其實解剖適應 所謂的解剖適應就是 基耐力期 那其實為什麼又稱為解剖適應期 是因為一般來說 健身小白剛開始練的時候 應該都會從動作學習開始 例如說空手蹲跟你蹲個十五下 你可能就差不多力竭了 空槓推個十五下 你也覺得相當的困難 解剖適應期 它包含著動作學習的層面在內 所以就你整體身體架構 去適應這個訓練動作的過程 我們稱為它叫解剖適應期 又成為基耐力期 但是它跟已經常年訓練的那些 例如說馬拉松選手 華龍舟的選手 練的那一種基耐力期 又沒有那麼像 那些人的基耐力期 真的是練到無止境的力竭 就超級酸的那種力竭 然後主數很少 這種解剖適應期講的就是 動作學習階段的解剖適應期 所以它是所有人一輩子 應該至少會經過一次 你在學的過程中 你一定經過這個解剖適應期 所以當然它的次數一定很多 它的強度一定很低 那到了基肥大跟力量 大家大概都會知道說 我剛剛一直在講的 基肥大可能就是6到12下 力量的話6下以內 它個別代表著 主力在於快糖節系統 或是主力在於磷酸系統 所以也會因為它的重量不同 導致它的次數不同 所以並不是單純的次數不同 為什麼次數會不同 因為重量不同了 所以是強度去引導次數這樣子 那最後是爆發力 爆發力氣它的意義就比較特別 它需要把你的最大力量 因為最大力量 其實我們稱為它叫做慢速力量 慢速力量的原因是因為 你面臨一個 你根本就已經很難舉起來的重量 例如說你的1RM 你的2RM 你要把它飛快的舉起來嗎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天方夜譚 一旦你可以很快的舉起來 代表它不夠重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超級重 重到你每一秒鐘上升10公分之類的 那一種重量 所以最大肌力就是慢速肌力氣 所以慢速肌力 你要把它轉換到運動場上的表現 例如說你是一個籃球選手 你是個美式組合選手 你在場上的分秒必勝 每一個瞬間都可能是決勝關鍵 這時候你絕對不是我靠慢速肌力 我的建立三項 可以在場上給人家決勝的 所以這時候你一定要有運動專項的轉換 你要把它轉換成槓鈴的爆發力 並且透過最後專項爆發力的轉換 你才可以去得到你真正的運動表現提升 所以爆發力稱為快速力量氣 快速肌力氣 所以代表說你的重量要下降 你的全身性的連貫的動作要更多 然後再來的話 你的動作速度會因為你的重量下降 而盡可能的做快 所以在肌力氣 或者是說肌肥大氣 你該組結束的標準 通常應該都會做到 你的RR基本上沒有了 就是你已經沒有保留次數 或者說你保留了一下 你很吃力的那種情況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力竭 但是爆發力氣的 該組結束的標準是 你該動作已經沒有速度了 速度下降你還做得完 但是那已經不算了 OK 這個非常重要 最後他有問說 主肩跟主肩的休息 不同時期會有不同嗎 會 一定不通 對 因為我們在解剖試應期 肌耐力期可能30秒就開始了 因為那是肌耐力 那如果說是肌肥大的話 可能就是30到90秒 30到90秒這個區間 是肌肥大的這個區間 6到12下 那會有人問說 是不是休息越短越好 當然休息越短 你的代謝壓力是越高的 但是我通常都還是一個建議 就是在休很短跟做得完之間 你一定優先壓在做得完這邊 例如說你第一組做了10下 你是獨立完成的 第二組你做到6下就立減 你後面40下要幫你補 然後你在又休了30秒 你只做了兩下 你後面8下要幫你補 那我覺得你乾脆先試著壓 每一組休息90秒 讓你可以好好的做完每一組 對對對 因為通常我會覺得說 你第一組可以自己完成的重量 代表它是一個合理強度 一旦合理強度變成做不完 一定是你的休息時間有調整的空間 好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把力量跟爆發力一起講 它的休息時間 因為它們兩者都在磷酸系統 我們磷酸系統 那個磷酸系統恢復時間 兩分鐘可以恢復到90% 三分鐘可以到90% 五分鐘的話可以到99% 所以的話兩分鐘是基本起跳 如果說你是在一個基礎肌力起 五下六下這個區間 你休息兩分鐘應該可以完成 但如果說你已經進到這種 三下四下這種區間 甚至兩下 或者是說你在測最大肌力ERM的時候 這個時候三五分鐘的休息 都是非常應該出現的這樣子 那會有人說 那我都已經需要五分鐘了 為什麼還是沒有辦法在兩下去做五組 那其實你要考量到你神經疲勞的問題 你的能量系統會恢復 但是你的神經還是會疲勞 你的神經徵招肌肉能力 還是會下降的 所以通常來說 像這種兩下力解的重量 可能兩下力解的重量 你可能大概就兩組 最多三組 這樣子 OK今天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我考慮不分級 因為很多聽眾都說 這個一個半小時聽不夠啊 我們今天錄了 哇這也是很長 所以我不分級 我們錄了三小時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錯的時間 大概是快兩個小時 OK那應該還OK 對剪出來大概一個小時多 所以我們會讓這個蛋機完整的呈現 知識濃度非常的高 也歡迎你重複的是 就是回來聽這一季 那我也會把所有的重點 調列式的列出來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大家也可以去找洛伯上課 你就會跟我一樣 聽到這些東西很多次 目前啦 就是可能CSCS隨時可以上 因為那是宣講課程 但是如果說是一對一的話 排隊半年七條 就是因為我本身還是大學教授啦 所以我真的可以收課的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就變成是說那有限的時間 我教大家 那就是可能要真的想上的話 我會幫大家排一個順位啦 到樓會聯絡這樣子 好的 所以並不是我真的賺了很多錢 交了很多課 就是我的時間沒有那麼多可以交的 是因為洛伯也蠻注意家庭生活的嘛 畢竟這個很重要啦 因為不管怎麼樣 就是大家希望都能夠做到一個生活的平衡 我們也帶頭示範 要大家有認真的訓練 認真的工作 有很好的家庭生活 也要很好的開心喔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 其實我都因為跟陸伯上課 所以我們常常在課堂之間 會講到蠻多東西 然後甚至我都會再幫你 Cue一些重點出來 是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對聽眾也蠻重要的 對 因為像邱哥是學科術科都上了嘛 所以其實我講的東西 他很快就其實都接得到我的球這樣子 對 然後大家記得 線上的那個CSCS我覺得很讚 而且那本書 激力與體能訓練 這本書很棒喔 這本書 昨天我們拍那個 SBD怪獸獎堂 也特別聊了一下裡面的一些內容 然後這本書 何老師還說 如果你可以的話你去看英文 我說我沒有空啊 何老師還跟我說 你可以的話去看這個原文版 哇這原文版可能比較花時間 不過也有中文版的 那你也可以買這本書 然後去跟我們洛伯上CSCS現場課程 其實現場課程裡面都在講 我們剛剛聊的所有東西的更細則 你算是把它結構化 以及邏輯化的串起來 如果你有上過這些課 你就會發現 你剛剛問的問題 其實就像你上課過程中 幫你解答了 所以你就會很快速的從健身小白 更認識這個活動 更認識身體 這個我也個人非常的推薦洛伯的現場課程 那你要去關注他的IG 直接視訊我就可以了 所以歡迎大家去參考洛伯的現場課程 我覺得很讚很讚 CSCS OK今天SBD洛伯 Podcast就到這邊 那我是Joker 要記得要五星吹捧 按讚訂閱分享 那謝謝洛伯 我們下一次再約洛伯回來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面 我們除了Apple Podcast留言的話 也可以在那個Youtube留言 我們都會在未來 再回答更多大家的問題 OK那今天謝謝洛伯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好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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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t and lock all the doors 널 원해 기다려왔어 Look into my eyes 우리만의 시간으로 우리만의 첫눈 오는 날 널 만나는 그날 기다리던 날 보면 울지도 몰라 On the first snowy day I will melt away Cause I'll be with you Cause I'll be with you Oh Hey! Oh Yeah! Yeah! Babe myself a trap In your bedroom Yeah! She'll run But I just can't Make my feet move Yeah! Yeah! My life becomes a mess When I'm with you But I'm wearing a dress But she won't meet you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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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clever enough to stop Cause it's never enough with ya Something in me thinks you are God But I don't like these rules at all And I'll hold on to my chest And I'll hold on to my chest Make sure That the pain won't get away Oh! Babe myself a trap In your bedroom Shut up but I just can't Make my feet move Yeah! My life becomes a mess When I'm with you But I wouldn't dress But she won't meet you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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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arely hate it But my friend brain addicted So I hide under my bed Make sure That you won't stay away Babe myself a trap In your bedroom Shut up but I just can't Make my feet move My life becomes a mess When I'm with you But I'm with you But I don't wear that dress But she won't meet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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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been cleansing us I've been cleansing us I've been cleansing us